民眾黨為了救柯文哲已經開始切割李文宗 柯文哲50年的好朋友李文宗 他當時現在講說他創立木客公司 眾望基金會這都是李文宗的點子 而且稱他就是高高在上的李董 人員進進出出要將辦公物品就定位 民眾黨中央30號正式搬到台坡大樓 要有新氣象 但不只辦公室未經核准裝修早開閥 黨主席柯文哲更因精華成案身陷牢獄 面對提問民眾黨秘書長周宇修情情帶過 但黨中央卻似乎開始切割李文宗 不只有黨公職稱李文宗是高高在上的李董 木客公司眾望基金會 在民眾黨口中也全成了李文宗的點子 又將柯文哲塑造不知情人設來解套 就把所有的錯全部都切給李文宗 柯文哲對於木客對於中央基金會 對於所有的金流都不會不知情 對民眾黨來講最大那個毒流就是柯文哲 如今朱雅虎坦承秦惠 和李文宗雙雙雙遭到羈押 一旦確定朱雅虎直接或間接 把匯款交給柯文哲大帳房李文宗 最後洗白後回流到柯文哲賬戶 代表建聯對金流有了突破 柯文哲定罪機率恐怕也大增 柯文哲李文宗身為高中同學 50年好友民眾黨想切割恐怕沒那麼容易 柯文哲如果有涉及收賄 李文宗會不會把柯文哲咬出來 還得以看簡聯如何辦案 記得綜合報導